天花板上被蜜蜂全部霸占 据他说 这群蜜蜂已经跟他们生活了十几年 节目组顺着他指引的方向 就看到了蜜蜂的进出口 而室内的管道直接通向了主卧的顶层 即使隔着家层都能听到蜜蜂扇动翅膀的声音 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他们每天都会遭到蜜蜂的攻击 脖子额头 手臂上经常被折得到处是包 当地专家勘测后表示 这就是最普通的蜜蜂 里面可能存在两只蜂蜂 直接用电锯割开他家的天花板 取下来的那一刻震惊了所有人 整个屋顶几乎全部被蜜蜂霸占 他们表示从来没见过如此大的蜂巢 随后用热蜂枪赶走蜜蜂 大量的蜂蜜从屋顶滴落 看着手里的纯野生蜂蜜 在场的每个人都馋得直流口水 还邀请村上的人前来品尝 每一个人都吃了一大块 更有甚者还带来了一大盘年糕 浇上纯野生蜂蜜 那叫一个美味 甚至带来了雪糕 吃完以后真的不会拉肚子吗 假如蜜蜂搬进你家里去 你是高兴还是悲伤呢